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汪行编辑部正向报的节目 在今个时间就是2021年7月15日中午时分 这里是我Raymond Wong 还有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好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之外 还要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宣扬和平理性的声音 千万不要让这些极端分子拿了社会的话语权 更不要让他们拿了正常人这三个字 好了,这节目就要讲一讲一个挺好的消息 就是巴布亚新基内亚正式启动 为巴布亚新基内亚的民众接种中国疫苗 他们的卫生部长,林业部长都出来喝一喝这件好事 林业部长和几个巴布亚新基内亚的政府官员 都是在现场接种中国疫苗的 巴布亚新基内亚在启动仪式上就说 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得到充分的检验 感谢中国为巴布亚新基内亚的民众提供了 据我的了解,有很多太平洋岛国就问过澳洲拿下疫苗 结果就什么都拿不到 就是澳洲的操作就跟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美国是类似的 就自己接种了先,有剩下才扔给其他人 那现在的情况就好些了 有中国疫苗帮下手 巴布亚新基内亚曾经有一段时间 还被一些澳洲人笑称为澳洲的一部分 疫苗分配方面好像不是当你一部分 他没有当 就是澳洲和巴布亚新基内亚那个 关系其实挺密切的 如果拿着巴布亚新基内亚护照的人 是可以免签进去澳洲的 关系很密切的 在巴布亚新基内亚也有很多澳洲人在那里工作的 但是很坦白说澳洲胡亂搞 就令到自己损失了一些公信力 我很温和的 一定要讲得清楚一些 大家要记住做一件事就是 巴布亚新基内亚的国家元首 是BNO祖国的女王 伊丽莎伯二世 那当然啦 巴布亚新基内亚也都有不少的唐人 嗯 据我的了解呢 就是珍BC他有一些亲戚 都是在巴布亚新基内亚出生的 不过接着都是走了到澳洲 OK 因为那个地方始终都是 问题比较多一些 OK 问题比较多一些 就是 这个地方 以前呢 都有一段时间是澳洲的 但是呢 1975年的时候呢 就脱离了澳洲独立 之后呢 关系都是不错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应该几年前呢 就 跟澳洲的关系呢 又密切了一点点的 嗯 那现在就 当然 又有一些疏离了 那中国 坚定履行 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就在太平洋岛国 具体体现了出来 也都是 中国推动 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那中国呢 会继续和太平洋岛国 深化抗疫的合作 向有需要的岛国提供支持 帮助这些岛国战胜疫情 那好消息来的 真是好消息 嗯 那中国疫苗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应用到的 而且 国药 科兴 都是进入了 全球疫苗分享计划 COVAX 里面 嗯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美国和欧洲的药物管理当局 是未批准这个科兴疫苗 但是 欧洲药品管理局 5月初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将科兴疫苗 纳入了快速审批程序 那滚动评估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这个呢就是疫苗 在欧洲普及接种之前的 一个条件来的 那科兴疫苗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解 就是一种灭活疫苗 由已经杀灭了的病原体制成的 那灭活疫苗 是一个传统制造疫苗的方式 使用很广泛 也都是有高度的安全性的 那科兴它最主要的优势 其实不单止是科兴 国药也是一样 就是它的疫苗 可以在常规雪柜的温度之下 就是摄氏2度至8度保存 那科兴和国药这两种疫苗呢 是更有效的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因为那些发展中国家 未必有足够的低温储存设备 嗯 那科兴疫苗的三期临床测试呢 就曾经在几个国家做的 那有效性 根据数据来说 有些国家拿出来的数据就是51% 那有些国家拿出来就去到90%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中国已经批准了科兴疫苗 在3岁至17岁未成年人群 紧急使用 那基本上就可以令到一个地方 差不多全部人都可以接种疫苗了 据我的了解呢 就是 就是 熟悉BioNTech 或者是辉瑞BioNTech 他们那个接种呢 现在应该是由12岁 到80岁 就是12岁以下的人是 还没OK的 嗯 其实最主要有一样东西大家要看清楚 就是科兴国药疫苗 对于重症保护呢 是接近100%的 那在有些地方的 临床测试呢 重症保护率呢 都是去到85%的 所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疫苗来的 其实科兴和国药 是大同小异的疫苗来的 所以有些人说 要等国药 不打科兴 说句不好意思 有什么好等啊 有你便打啊 是浪费的 那 不过也要讲一讲 国药科兴疫苗 入了这个COVAX计划之后呢 就有一位美国共和党的议员 如果较差 中共还一直利用疫苗 阻碍台湾地区 和其他国家 去推进它 威权政治的目标 如果 中共突然希望在对抗 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中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他们可以从 允许全面调查 新冠病毒源头开始 停止散播不实信息 破坏各界对 美国疫苗制造商的信任 以及向全球救援工作 提供捐款等开始做起 那麦克尔呢 还呼吁拜登政府 公开谴责COVAX这个决定 他就说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 另一种无耻的方式 去投射它的影响力 并且填满共产党禁赋的例子 这个是公共产品来的 怎样填满禁赋啊大佬 还有 散播对疫苗不实的信息 主力都不是中国人去做的 没错 香港也有中国人去做这些事情 那份叫做洞房日报 散播不实信息 就不是纯粹破坏 各界对美国疫苗制造商的信任 也都是破坏各界对中国疫苗制造商的信任 冤有头债有主 阿哥这个麦克尔 麻烦你回去找洞房 麦克尔麦克尔 这些事情不关中国事 还有 还有 中国的官方媒体 从来没有说过 复星爆炸疫苗 是无效的 也没有散播过一些不实信息 破坏各界对美国疫苗制造商的信任 我们也没有的 先说清楚 那COVAX这一项是什么计划呢 又要再说一次 就是世卫再加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和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 一起发起的全球计划 那这个COVAX其实已经发了一个新闻稿了 就是和中国国药和科兴签署了 预购协议 从7月开始就会提供疫苗给发展中国家 那这两家中国公司 在今年10月之前 就会向COVAX供应总计1亿1千万剂新冠疫苗 在2022年的时候 中国国药可以提供1亿7千万剂疫苗 科兴就可以提供3亿8千万剂疫苗 那现在是不知道哪些国家会收到中国疫苗 那现在要讲一讲究竟是哪些国家和媒体 散播不实信息破坏各界对中国疫苗制造商的信任 接着我读了一段消息来源 甚至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先说清楚 泰国政府在礼拜一的时候宣布 接种科兴疫苗第一剂民众 第二剂将会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以增加对新冠病毒变体的免疫力 以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将施打第三剂保强 而第三剂疫苗可以是阿斯利康疫苗 或者是MRNA技术疫苗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近月来疫情迅速恶化的印尼 印尼最早在今年一月开始使用中国制疫苗 已经施打了超过一亿五千万剂的中国科兴疫苗 占印尼全国疫苗接种大约九成 不过印尼新冠疫情过去一周急剧恶化 到礼拜二为止 印尼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二百五十七万人 成为东南亚国家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没有之一 印尼政府在7月9日宣布 将为医疗人员施打莫德纳莫德纳作为第三剂疫苗加强防护 以应对目前仍快速蔓延的疫情 根据CNN和CNBC的报导 在疫苗接种率和新冠感染率里面 两样东西都很高的国家 大多数国家都是依赖中国制造的疫苗 CNBC做了一项分析发现 根据人口因素调整后的每周新冠病例数 在世界上至少有六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里面 仍然有很高的新冠病例数 其中五个国家就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 根据CNBC的分析 截至7月6日 CNBC利用它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确定有36个国家 每百万人每周新增 确认病例是超过一千单 这个数据就收集了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政府和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的资料和信息 CNBC随后就在这36个国家 找出超过60%的人口 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的国家出来 在这些国家的排名里面 有六个可以找到五个国家 是依赖中国疫苗 包括阿拉伯联合邮掌国 塞舌尔 蒙古 烏拉圭 和智利 而第六个不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 就是BNO祖国 美国都挺坏的 尽尾都要多执多BNO祖国的阿斯利康一夜 但是那个问题是怎样呢 这个要说清楚 很多打中国疫苗的地方 他们打了一针就已经放宽了抗疫措施 就是又不守社交距离 又不戴口罩 接着又揽头揽颈 尤其是在蒙古出现最多的 那是没办法的 打一针是不够保护力的 大家都知道的 明明就说了给大家听 就算打了两针 口罩都不能够摘除的 这个中国的专家是说过很多次的了 喂 你这五个国家 作死而已 坦白说 关中国什么事 也不关产品的问题 就是BNO祖国也是同类的问题 就是 没错它是有至少 百分之六十的人口 是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但是一剂而已 一剂是不够效力的 大家是知道的 是要打完两针才有效力的 是那个国家的政策出了问题 和疫苗本身是没什么关系的 而且有一件事要认清楚 就是接种中国疫苗的地方 他们的经济卫生环境 都是比较差一些的 这些比较本身就不适合 如果你依照说明书去用 打完两针才放宽社交距离的工作 疫情不会搞到到处都是 某程度上是一些政界人士乱参与搞 所以才搞成这样 可以很认真地跟大家说一声 只有美国媒体 是不断散播不实讯息 破坏各界对中国疫苗制造商的信任 这个我们已经确认了 好 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 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再说其他话题 就这样先拜拜 拜拜